依照劳保基金精算报告显示 劳保年金恐怕在2026年就要面临破产 劳动部长许明春好多次都说 劳动部在年底前就会提出了年改草案 甚至说不惜丢掉自己的乌纱帽 没有想到昨天晚间却突然发了声明表示 因为社会意见有分歧 决定要占款 态度180度大转弯 而这也让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莲担心 劳保问题持续存在 现在选择逃避 但未来还会持续恶化 到时候改革的力度可能会更大也会更痛 劳保改革务仓处 各县市产业工会组成2020公斗 在劳动部前高喊口号 就怕被劳保年改冲击生存空间 劳动部也在17号晚间急踩刹车 以社会意见分歧为由 宣布劳保年改暂缓 目前没有任何具体骑程 持续采取一个年底踏步的态度来面对 想必未来要去面对的问题会更加的恶化跟激烈 所有的资料都摊在阳光下 改革回到原点也引起改革派劳团不满 因为根据劳保局财务精算报告 劳保年经2017年至2019年都呈现超过200亿元赤字 钱仓负债高达9兆多元 预估2026年就有破产危机 政府对劳保一定会负最后的极负责任 政府如果不得 劳保就不得 做你放心 如果他们认为他的政策是对的 也应该勇敢地提出来 所以我想终究是要面对 虽然有苏院长挂保证 不过劳动部态度急转弯 也被质疑是政治考量 毕竟日前许明春才这样说过 你的乌纱帽你的官位可能都因此会受到影响 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必须面对问题 回去问许部长 他的乌纱帽现在何在 栏位算到不行 劳保年盖在新会期开议前喊咖 或许在美株争议下 暂时不想另开新战场 借战传黄伟财台报道